所以一开始呢 我的钱对不对 一下就没了 你看到这个数字一定会吓一跳 好可怕 劳动基金半年之内 半年而已 产赔4455.9亿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 这个操盘是怎么操盘的 没有任何责任 可以这样 赔到这样 然后大家都没事 是吗 那有这么多钱 其实可以做很多事 护盘有没有黑幕 这黑幕图立谁 被割韭菜 大家被割韭菜 但是那些配合割韭菜的人 会不会有些好处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 必须要讨论的 劳动基金纪念上半年 亏损超过4400亿 不是44亿 不是440亿 4400亿我没看错 4400亿是多少 我觉得超乎大家的想象 成立以来亏损第二高 真是了不起 蔡英文任内创下的记录 这个东西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这位前美丽岛杂志的总编辑 纪万生超级用心 今天他那篇出来之后 所有新闻媒体人吓一跳 介大使你来看 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劳动基金负债的黑洞已经很大了 但是可以拿来当护盘 护盘怎样呢 最近股市都不好 进入熊市 所以炒股的有钱人收割韭菜 大家赚得满盆满波 他说这不叫劫负不计贫 什么叫做劫 这不叫劫贫计负 什么叫劫贫计负呢 今年股市又不好 不好你还要护盘 不顾风险 不体恤可怜底层劳工 还是用来豪赌 当你护盘的工具 这是拿别人的拳头打食狮子 所以他算给大家看 很认真 6月一个月 劳动基金惨赔2144亿 那前半年总共赔掉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4455.9亿 不止 还有公教退赴基金 我们现场有没有 这个公教人员退休的 赔掉了多少 584亿4400万 还有国民年金 也赔掉了多少呢 368亿9400万 可怜啊 我们有做错决策 又有可疑的人 人谋不脏 可疑人谋不脏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人谋不脏 天哪 怎么赔这么多 吓死人了 这个讲到这个问题 我真的心里面都在滴血 非常愤怒 是啊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台湾最不公不义的一件事 最黑暗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不论是劳动基金也好 退辅基金也好 这个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 我们的年金 这个钱都不是蔡英文的 这个钱都是属于劳工 公教人员 以及所有加入年金的 我们的老百姓 人民百姓的吗 这是人民百姓的钱 谁给他权利让他去这样用的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 他的用法 如果造成这样大的亏损的话 这是全世界没有看过的 全世界没有今天像台湾 可以拿老百 别人的钱这样子去 做一个政治 政权 维护自己政权的工具用的 今天为什么他要去投股票 因为他怕股票市场崩跌 崩跌会怎么样 他就不要选了 所以他拿谁的钱 他就拿不是属于他的钱 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今天 因为我研究过这个问题 基本上全世界 这种基金 英文就叫Pension Fund 它就退辅基金 这个是国际市场 所有这个 这个理财公司 最好的理财公司 他们所追寻的一个服务的客户 所以你今天有这个Pension Fund的话 那很多最好的 这些国际的理财机构 都会来找你 他们给你开的条件 他会给你保障是6% 保证6%的收益 对 保证6% 可以保证 保证6% 为什么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可以做得到 因为这种大的 这种基金的操作 它只有一个原则 叫避险 它不是 它的避险越成功 它就很容易 一定达到它的目标 现在国际上 对这种Pension Fund 应该就是6% 我告诉你 赔损 比如说以劳动基金 超过4400亿 赔损差不多 我们劳动基金你知道 大概就差不多 大概就4.4兆 现在就赔掉了10% 天哪 我们就赔掉10% 正常的话 它应该是要赚多少 它应该是要赚6%的话 本来应该是正6% 现在变成负10 正6%如果说3000亿的话 它今天少赚了 它今天整个就是赔掉了多少 再加3000的话就7400亿 天哪 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 真的是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我想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在社会上 多开班讲解一下 这个政府有多离谱 那整个的这个 你看这些 我们讲这个 这个退辅基金我很清楚 6100亿左右 他赔掉了4400 他赔掉了多少 584亿赔掉了多少 那你知道 在过去我们这个退休军公教 在街上 那个 那个好 露宿街头 是啊 前天退休警察才在到街头 去寻求正义的时候 你知道 砍了这么多 几十万退休军公教 你知道他一年省多少钱 多少钱 150亿 才150亿 这是全序部公布的 对 150亿你看 不够他赔了 他就赔掉580亿 584亿 将近四年的 这些钱分给退休军公教多好 对他将近四年的钱 他省下来四年前 他584亿 他就已经 他半年他就已经赔光了 这个非常恐怖 你要6%的话 说实话 你这些当时军公教 根本就不需要砍他的年金 正常你有6%的话 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6%是底线 谁 哪些国家表现比较好的话 是10% 我可以跟你讲 纽西兰 纽西兰 加拿大 加拿大 这个欧洲几个国家 都是10% 因为为什么 这种钱一定要给最专业的人 所以是做得到的吗 至少也有6% 好的话10% 对不对 我跟你讲 7% 8%也不错 但是我们是赔掉10% 我们在这一方面 尤其这个退辅基金 整个的退休基金 这个处理上 是全世界最烂 最黑暗 最不公不义的一个操作 到现在 如果这个事情不改革的话 中华民国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大家听介大使讲 大家才觉得 原来赔掉的还不止这些 因为我们本来应该是正6% 对不对 那你现在等于倒赔了10% 所以这一来一往 应该是赔掉的更多 那就奇怪了 劳动基金可以赔这么多 那你看公教退辅基金 也赔这么多 国民年金也赔 什么都赔 全部都赔 那当然你说只是互盘 有这么单纯吗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国际资金都撤出 对不对 股市不好 大家都在割韭菜 都在割散户的韭菜 那这些钱互盘 互什么盘 互谁的盘 会不会互那些 想割大家韭菜的盘 中间有没有人模不脏呢 一直都有人模不脏 还有贪污 还有舞弊 这层出不穷 层出不穷 那这一次的话 他是 他是等于说 知道要赔 他拿进去赔 这个就更不道德了 你拿别人的钱 真的不当钱 你去救一件事情 你就是知道 这件事情肉包子打狗 对不对 你如果说正常在 营运一个基金的话 你敢这样做吗 对 那他为什么要救这个股市 他可以有一千种说法 可是呢 基本上 股市不能垮 那用谁的钱去赔呢 就用不属于他的这些 这些可怜的劳工跟军工 军工教跟 所以参加这些年金的 这些弱势的人的钱 去赔 然后呢 赔了以后 不吭气啊 你看他每次把这件事 这件事是因为为什么 会冒出来 因为在这件他们要去 要去救股市的时候 有人反对过 有人提出来 希望蔡英文不要这样做 你这个时候把这个 大笔人民的血汗钱 你就不属于你的人民 丢进这个坑里面 就是准备要牺牲的 对大家看一下 那个反对的就是 国安基金管理委员 国安基金委员在7月12号 他非常反对 7月12号开会 提出四大理由是反对 但是怎样 蔡英文根本不甩 就没收了专家的判断 不到24小时决策变了 宣布进场互盘 然后就赔了一屁股 所以大清要补充什么 大清我问你 没有责任吗 完全没有责任 这当然有责任 在今年上半年 其实就看得很清楚 美国的央行在今年 要陆续的升息 所以那个时候 全球的股市 外资都全面的开始 大幅度的撤离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国安基金的操作 当然就要更谨慎 更小心了 那你明明看到大笔的资金 在进行抽离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时候贸然的 去进入市场 那不等于就是 把这些钱漏包子打狗 或者讲得更直白一点 你就是协助了 这些外资法人 把钱套现走掉 对 他就是帮那些 想割韭菜的人嘛 但是我问你 我们台湾不是没有专家 专家在这里 大家开会国安基金 国安基金的委员会 对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 大家开完会之后 已经告诉你不要了 对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就是我过去在立法院 有八年的时间 在财政委员会 所以我大概很了解 国安基金整个操盘跟护盘 他们有一个标准的SOP 就各位知道 因为台湾的股市量能 已经很大了 靠国安基金 靠四大基金 靠工股行库 不可能独立撑起台湾的股市的 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股市的量能太大了 也就是说国安基金委员会 他们是有经验的操盘手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要进场 什么时候该进场 政府只能扮演点火的角色 政府没有办法扮演 把股市从低点撑到高点的角色 因此国安基金通常都是在 跌到低点了 他认为到低点了 这个时候我进场 我进场点火 然后让资金能够进来 把台股支撑起来 这是过去国安基金操盘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当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认为 还没有到低点的时候 他不会建议要进场 不是进场就赔啊 所以连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 都建议说不要进场护盘 而你蔡英文仍然执意要做这件事 而且我要强调 他不是一次的 7月这次进场 他是今年上半年速度的进场 才会导致到赔这么多 每一次政府基金进场 都是骗股市的散户进场 因为股市的散户一听到 政府的基金进场了 股市的散户一般的资讯 不像法人这么的周全 所以他认为说政府既然进场了 那代表我也可以进场了 可是没有想到政府根本救不起来 所以政府每一次进场就只会再跌 那跌的时候跟着政府进场的散户 就变成了韭菜了 那被谁割走了 被法人割走了 被外资割走了 那你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过程 才会累积到光今年上半年就亏4400亿 我要强调的是 台股最惨的还不是在今年上半年 从六月以后 我们的股市的情况也不怎么好 所以如果在七月 蔡英文没有听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她执意要再投钱下去 那么我们如果等到今年年底再算一次 我们今年年底四大基金所赔的钱 绝对远远超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钱 好这就是不尊重专业的结果 看了大家是不是很心疼 就劳动基金才半年赔掉4455.9亿 等于赔掉了十分之一 那军工教也是军工教之前被砍嘛 有没有很多这个老师都说 以前至少每年还可以出国玩一趟 就是靠那个 现在就是完全没办法出国 就是十一温饱而已 所以这些钱如果能够发给我们的军工教该多好 我不知道现场 我们现场这个劳工朋友们 军工教朋友听了以后 心是不是在滴血 对你的选举结果 投票会不会意向会不会有些转变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